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比较沙哑 我还是等了几天 到现在声音比较正常了以后 再来上镜头 今天我要讲一讲关于以色列旅游这个主题 我把题目定做不一样的以色列旅游 当然是说我们这次的以色列之行 跟其他的以色列旅游不一样 那么或许你要问 有多么的不一样 是你们钱花的比较多 还是钱花的比较少 是你们看的景点比较多 还是住的饭店比较好 这些一般我们都会关心的旅游选择条件 不是我的重点 这一次我们是从10月下旬一直到11月中 大概花了三个多星期 总共去了以色列 约旦以及埃及这三个国家 这一次除了参加部分的欧美旅行团行程以外 我们也以自驾游的方式跟背报客结伴同行 这种不同的旅游模式来完成这次旅行 事实上我们的费用支出正常 没有花的比较多 但是以这样的支出 这样的时间 去的景点 却没有市面上的圣地旅游团 那种10天或者是14天团的景点来得多 我们住的饭店也没有比较好 那么这样的旅游经验 又有什么值得去标榜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 我们这次以色列之行 是有旅行目的的 这个旅行目的就是要录制这些旅游地点的影片 出发以前有人问我说 每一个去以色列旅游的人都拍了照 完整的制作成影片的 更是每一个旅行团团团都有 YouTube上面有一些专业制作的圣地旅游影片 随便搜寻一下就是一大堆 有什么值得再去制作的 关于这一点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 录制这些旅游影片的用途 长期收看我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一直在推动元宇宙的福音事工 由于去年开始元宇宙的爆红热潮 随着脸书的母公司Meta 在2022年底开始解雇一万多名员工 许多人开始质疑 这个元宇宙的热潮 是不是要跟他的突然爆红的现象一样 快速的来冷却 不管未来元宇宙的前途如何 我曾经在过去的视频当中提到 我是个从事科技教育研究的人 而我们为了元宇宙福音事工所制定的目标 当然不应该因为科技市场的爆起爆落而受到影响 而我们这次的以色列之行就是因为元宇宙事工其中的一项既定目标 也就是VR圣地同行的这个计划 我们是为了这个计划来制作影片的 说到这项VR圣地同行计划 目前在公共媒体平台上面 我们选择了VR Direct这个平台 作为这项计划的先期执行 有兴趣透过Virtual Reality这种技术 来探索媒体科技 在福音传播上面运用的弟兄姐妹们 可以到我们在VR Direct这个平台上面 找到我们的频道 并且体验这种以360度视觉的圣地旅游感受 我诚挚的欢迎你们给我们建议跟反馈 我在前面提到 这次的以色列之行 我们参加了部分的欧美旅行团的行程 从实际参与一些美加地区教会的圣地旅行团 我们确实体会到了 优质的旅游安排 应该呈现出来的质感 这里所提到的质感 不是旅馆或者是餐饮档次的精致 而是旅游交通的有序的安排 旅行导游丰富的解说 各景点之间节目的内容搭配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一项以价格低廉 参观景点比较多 所谓的这种高CP值追求贫贱的华人旅行团 是可以来借进西方的这些旅行团的 举例来说 我参加的其中一个西墙隧道的旅游安排 戴队是一个犹太导游 他曾经是任职在大学建筑系的老师 他在退休以后 以传播犹太文化的热情来担任旅游导游 他的解说有别于一般知识的旅游解说 因为他的内容丰富 而且深入浅出 是我听过最好的一堂圣殿建筑考古的课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旅行团专门精选的 但是我在圣殿山以及大卫城这些地方 都刻意的去旁听许多不同的导游解说的内容 我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华人圣地旅行团当中 有许多导游是由牧师或传道 或者是资深的教会人士来担任的 我也听过他们的解说 感觉上跟上一堂赴实境影片的主日学差不多 有人觉得这种导游的方式收获丰盛 而我认为是不是所有到圣地的人 都会认同这种主日学式的体验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延伸出了 我们跟着圣地旅行团的活动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这些基督徒的朝圣团 但是你跟犹太人谈过他们是怎么看耶稣的吗 我说到这里 估计你要说 庄老师必定是做过这些事情 现在想必他要开始卖弄 他的深度旅游的经验了 你在等我说吗 我偏偏不说 开玩笑的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以不卖弄的方式 再来谈谈这些深度旅游的经验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不管是这些高大上的 每家教会旅行团也好 或者是强调高CP值的华人旅行团也好 这种以教会为主的圣地旅行团往往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参加的人几乎没有离开一个巨型隔离泡泡所笼罩的旅行团 但是这些圣地十天或者是十四天团 适合一些不能长时间请假的上班族 或者是那些不能够承担体力强度过大的退休族 整体而言 它是经济实惠的 不用超太大的心思所安排的旅行 所以大部分的圣地旅游者会选择这种圣地旅游团 但是也有一些人选择了不同的旅行方式 例如说 有人是以租车自驾游的方式 或者是以背包客穷游的方式 来到旅色列来旅游的 我们先来谈谈租车自驾游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适合一个人 或者是情侣 或者是三五好友 或者是一个家庭 或者是两个家庭 来自驾旅行的 在以色列美角这个网站上面 有相关的自驾旅游 住宿租车 行程安排的详细的资料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前往他们的网站来搜寻 这种方式需要事先用些心思来安排 但是它也有一些限制 因为租车自驾 是没有办法去到某些地方的 以赫兹租车公司为例 它限制租用的车辆 进入到巴勒斯坦的地区 这些区域包括了伯利恒 耶利哥等等旅游的重点 租车自驾也没有办法跨越国界 因此也去不了派特拉古城 或者是埃及等地方 事实上 如果你在拿撒勒住宿的话 如果你租车自驾的话 停车的问题也是非常头痛的安排 因为拿撒勒旧城 是建在山坡上面 它的道路狭小而且陡峭 加上耶路撒冷老城区 也有停车的问题 所以租车自驾的旅游方式 我觉得可以搭配部分短的旅行团的行程 是比较好的旅游的安排 关于短的旅行团的行程 也就是一天到五天的这种tour 许多背包客栈都有安排 以Abraham Hostel来讲 他们就有不同天数短的旅行团的行程 来提供大家选择 不过他们的旅行团水平一般 我不为他们广告 有需要的人可以货币三家 这一次除了参加旅行团的行程 以及自驾游的方式以外 我们也跟背包客协伴同行 充分的体验这种 被中国称为旅游的背包客的旅行者 他们往往是在非常有限的预算之下 来进行旅游活动的 所以他们对于旅行的规划 景点的独到之处 也常常制成一格 背包客的文化当中 有一个特色就是团体性 不管是住在有自住厨房的这种青年旅馆hostel 跟别人共享交通工具 是最重要的这种分享的体验 这样的资讯的交流 使得许多的背包客们 可以从中互相学习 而且能够省钱 总体而言 背包客的自住旅行 是一种学习的模式 背包客们 总是希望能够体验到 当地最真实的风俗民情 而不是旅游业者包装下的套装的行程 由于背包自住旅行的特色 是在短时间里面体验当地的生活 而我们更是他们短时间里面 短暂的跟他们同行 所以大部分的经验 都是透过他们的转述而得知的 相较于欧洲其他的地方的自住旅行 以色列的自住旅行的环境 并不是太友善 我也体验到了 除了大城市 例如特拉维 或者是耶路撒冷这些观光的重点城市以外 在许多的地方 除了西伯来文跟阿拉伯文以外 并没有英文的标示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真实实际的故事 我在拿撒勒住宿的时候 适逢一个安息日 由于犹太人的安息日 他们的商店以及交通的工具 很多都是不运作的 所以自住旅行者都会安排那些不受安息日影响的旅行活动 我在当天决定就在拿撒勒的市区来逛逛 因为我突然看见了那个公车依然在行驶 我就心血来潮 决定临时搭车去加拿 加拿 也就是耶稣参加加拿婚宴的那个纪念教堂 我去的时候非常的顺利 参观完教堂了以后 我找到了公车站牌 却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等到回到拿撒勒的公车 我心里面想 就算是安息日吧 公车的班式是受到影响的 既然有来的公车 就一定有回程的公车 我大不了就是等 也许我这样一个亚裔的脸孔 站在加拿的街头 太受瞩目了 后来就有两个年纪大概是十几岁的 穿着牛仔裤 有西式打扮的阿拉伯的小女孩走过来 其中的一位小女孩问我 需不需要帮忙 我回答说我在等公车 她告诉我说 这个公车站牌是没有公车停靠的 然后她就主动的带了我 去前面将近百公尺以外的一家靠商店的街头 说这里才是公车站 由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标示 我在询问过路人 没有得到答案以后 我就开始怀疑这个阿拉伯小女孩的说辞 因为怎么可能 公车是不停站牌 而去停一家没有任何标示的商店的街口 我怀疑这个阿拉伯的小女孩 是不是因为我亚裔的外貌 故意跟我开玩笑 我不愿意白白等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说不定 公车再过几分钟就来了 于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公车的站牌 不料那两个阿拉伯的小女孩 买完了商品了以后 又沿着这条路回到了这个公车的站牌 那个小女孩曾经跟我说过话 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现在她又再一次的问我说 你需要帮忙吗 我有点没好气的回答她说 不需要 她看出了我 显然是不相信她先前说的话 她不厌其烦的再一次的告诉我 这个公车的站牌是没有公车停靠的 那个靠着商店的街道才是公车站 她并且提出 说那边有一个带头巾的女孩也在登公车 我可以向她求证 这个小女孩弃而不舍的精神 动摇了我先前的疑虑 我再一次的来到她所说的 没有任何标示的这个商店街的接口 我也询问了那个带头巾的女孩 由于这个女孩听不懂英语 我匕首画脚的完成了沟通 她很困难的说出了 这里确实才是公车站 这个带头巾的女孩子 看起来是比较虔诚的穆斯林 她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我还是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之下 终于等来了一班安息日回到拿撒勒的公车 最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向那位仍然在等车的带头巾的穆斯林的女孩致谢 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了我 圣灵告诉我 神爱所有的人 他爱犹太人 他爱阿拉伯人 他爱巴勒斯坦人 他爱穆斯林 他爱基督徒 以及其他信仰的人 也包括了无神论者 我在耶路撒冷 曾经看过在西墙旁边的犹太拉比 面对的新教人士挑衅 犹太拉比流露出来的谦卑 我在孤单无助的时候 有着留着长辨的拿西尔人 还有带着围巾的阿拉伯人 还有巴勒斯坦人 穆斯林 他们热心的为我指引道路 这个是旅行团行程 没有办法获得的真实的体验 我在伯利恒 祖旦教堂 看到那个据说是耶稣诞生位置的 银制的伯利恒之心的时候 我丝毫感受不到耶稣当时候跟我同在 或许 这是因为我打从心里就不相信 这是耶稣真正诞生的位置 但是 当我走进了耶路撒冷住墓堂 那个狭窄的耶稣的墓穴的时候 我手里摸着那个曾经放过耶稣尸体的石洞 尽管我认为 这是真实放过耶稣尸体的地方 但是我依然没有感受到 耶稣当时候与我同在 而我在那个安息日等了两个东头的公车的路上 我清清楚楚的感受到耶稣当时候与我同在 耶稣告诉我 他爱我 要我也要爱所有他爱的人 尽管这些人过去 现在以及将来 伤害我 但是这是耶稣允许的 因为耶稣让我承受这些经验 是要把我涌入他的怀中 让我来感受耶稣的爱 他所承受的 是受迫害以后 仍然包容的爱 最后 我以这段经文来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神先爱我们 将他的爱注入我们里面 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 使我们能用这爱 爱神 并爱众弟兄 这是记载在约翰一书 第四章第四九节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赞美你 你就是爱 你爱义人 也爱堕落的罪人 你的爱并没有分别 主啊 在我自己 我无法爱人 也无法爱神的时候 我的爱是如何的有限 但是 你先来爱了我 也把你自己这个爱 灌注到我里面来 使我能够爱你 并且爱我身边的人 甚至爱我 爱不来的人 主耶稣 你的爱激励我 我能够爱人 是因为你先爱了我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名 阿们 以上就是本集 诚心诚意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 不一样的以色列旅游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